那第一点是关于程序的问题 我们在谈沟通 其实台湾社会不太会沟通 到很多地方去制造沟通 那我建议就是说 迟记未来 是不是办这个说明会 或是沟通会的时候 有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透明 第二个原则是对的 第三个原则是对焦 那第一个原则透明是说 最基本的是 大家要守上你们的资讯 才能够沟通 那常工这边有一本很厚的 那之前几个月 就偷偷送到都市计划 是偷偷真的是偷偷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那这个资讯可不可以公开 让大家看 那我们都不知道 你们只是拿截取中间的一部分 来给大家看 那是不是未来在都市计划审查的时候 又会产生冲突 我们发现了里面不知道的东西 那所以资讯有沟通 才能够进行 有公开才能够进行沟通 那第二个是对等 那因为刚刚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资议会很用心的做了动画 然后做了影片 然后采访很多人 那也有投影片 那是不是也可以给联盟这边 对等的时间来做报告 那我相信这样子 就是一个比较能够 让双方比较都有系统的来探 他们的论点 但比较不会乱端取义 那第三个是对焦 那其实我们台湾过去的这个说明会 大概都这样 就是一个人三分钟 然后每个人讲的 前面那个人讲的论点 跟下一个人讲的论点 其实没有关系 那其实我是建议说 其实已经谈了十几年 其实问题都很清楚了 那是不是下一次的沟通会 或是说明会 能够先有一个私底下的协商 把要讨论哪些题目先列出来 然后一项一项来谈 然后不要再整个纠结在一起 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谈的是 四把系的问题 那我们在第六 这个角色的第六个问题 谈到这个经济发展的部分 那我是觉得说 这是持继自己的一个强法 那这个会不会让大家觉得 实际好 我想大家都有这个判断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 是还可以继续讨论的 那第三个题目的这边 还有今天的很多简报 我都有一个感觉 虽然没有直接讲证句话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是说 别人都给破坏 为什么持继不可以 白话骨费那有这种感觉 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怪说 哪个地方在我 还是有什么没有去抗议 我真的是很抱歉 因为我们真的是 只有两只手两只脚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要抗议的是抗议政府 抗议的是我们为什么 选出这些政府 选出这些名单 那如果说我的选票 只能这样子的话 那希望大家能够让更多的 环保团体 更多的公民团体 让这个原本也能够更有利 以后不只是关心实际案子 所有内府的案子 大家都一起来关心 那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 更多的一个资讯 公开跟这个民众参议 那也不要互相怪对方 怪说别人没有努力 那很不怪事情没有去打呢 那最后最后一个法律的一个问题是 其实前面有很低过就是说 这个公开赞案是要重新举办 那等一下是不是比我们 李律师可以做一个回复 那还有一个是说还品 那为什么慈激这个案子 不愿意办还品 我想要知道 因为这个里面没有问题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想要得到答案是 慈激为什么不办还品 你那么有信心的话 没有问题的话 少了一些人都说没有问题 好 那就有办还品了 那我想你应该一定会过了 那那个最后就一个必要性 第四个普通的必要性的问题 我们在这本测试的第一个问题 跟第十一个问题 我都很仔细看的 可是我看的话还是看不懂 我用比较白话文来讲 就是说 我们现在把户区没有变更 那已经在上面有铁皮屋 大家觉得不好看 很多民众都觉得不好看 那有没有办法在 保护区的不变更的情况下 我们去做证件 法律的司法性如何 可不可以这样子做到 好 那如果 不好意思 我们这种他的发言 我想这种参照也是一种可能性 那我想说这个是不是可以 有这个把它讲清楚 那我直接拆了 因为我都看了小人之心 是不是楼梯满面积不够 那如果楼梯满面积不够的话 那是怎样的最低的面积是需要的 那让我看到实际图 那个楼高是多少文本 我想很多资讯 我都能想看 查过的那一本吧 那个本子 那我看不到 我可能这样子提问 那如果说能够在保护去不变更的状况下 实际的这些需求都能够满足的话 我想大家都会支持他去做诊件 那我想这个也很好 那最后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个个案变更 那其实个案变更在台湾都市计划里面 都是很坏的意思 那我们实际可不可以 现在内府也在做内府的通盘检讨 高议员也在 那是不是高议员可以跟实际这边 好好讨论一下 诶 实际可不可以选通盘检讨一起做 或者是说 诶 这个整个台铁市的法库去通盘 做通盘检讨 好 我想也不是只有实际这个地方是被破坏的 那所以这个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 那最后我再讲一分钟 三十秒 谢谢 实际会有另外一个考虑 去做呼吁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想大家都会感觉到实际的景色 因为学校对 谢谢 谢谢 谢谢